我还想问问 到时候还想问问 因为我的过程不知道 你看 比如说三弯酒馆 也有很多行业说不好 不知道究竟三弯酒馆是啥样的 这个三弯酒馆 这就是三弯酒馆 嗯 嗯 嗯 其实这个不好吃 这个不好吃 我们先探一下 这个 啥个鸡翅 嗯 嗯 是不是 好 这个鸡翅就变形了 嗯 嗯 就是 嗯 先生你别弄啥 我就是书上看到这东西 我自己也有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这个人工味特别浓 你觉得吗 对对 这就是 鸡翅都有这个味道特别浓 嗯 所以说现在我们 嗯 煮金盏子 嗯 煮那些其他东西就 嗯 就把这个 就没有煮的 再煮这个金银银银银了 嗯 就是 也要需要一些传统 传统要继承 传统要继承 对 对 更多就再给你创新吧 对对对对 是 嗯 嗯 你 你看吧 你看 这个是吧 你的传统 嗯 传统要继续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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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紧艺术 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 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 交流 共同成长 都不关在大家的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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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啊 谢谢大家